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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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活在愛的島 手困在洪湧波桃 冲不出勤劳 我只有汗泪煎熬 我无处躲逃 绝处风声路难找 寻不到解药 就让你含笑八道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挥舞 夜色更模糊 翩翩光阴沾落 泪水遮住我夜幕 爱的到处入 我心最深处 淋漓到风追逐 你的不在乎 爱的到挥舞 夜色更模糊 天前红尘落尽 依然太燕望 日出 大王 夸人知晓 大王 我在里面却呀 有一个小毛病 这心里边 它藏不住事 不是 自从您赐给我一堂 我是每日专心研究医术 可就这个事吧 这给我憋得我这个 憋得我这个难受 我就没法专心研究 憋不住就不要憋了 小事 是 什么事 但说不疯 大王 是这么回事 让一死 大王 大王 启禀大王 夏迎春夏姑娘 在门口哭哭啼啼求见大王 夏姑娘在门口哭哭啼 是 是 宣她进来吧 是 宣夏迎春夏姑娘觐见 大王 大王 求您为我做主啊 夏姑娘这是怎么了 让寡人给你做什么主啊 此事 实在难以启致 可若不是事发突然 我是无论任何也不敢来面见大王 请大王明天 话慢慢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慢慢地告诉我 一个弱女子 若不是因为受了很大的委屈 绝不会有此之举 待寡人查明真相 一定替你做主 谢大王 就是他 什么 你说谁 赛鞭鲲 我 那天在花园里 他突然冲过来死扯我的姨父 一度对我不轨 我真是害怕极了 当时啊 当时魏将军也在 竟有了大王 没有啊大王 不是这么回事了 你听我给你解释 末将魏文斌 王一剑 武大强 求见大王 选 选三位将军觐见 大王 我可以作证 对对对 他可以作证 他可以作证 讲 属下正在花园里散步 就听到前面 传来了哭声和惨叫声 走近一看 竟然是赛鞭鲲大人 在撕扯夏姑娘的衣服 实在是不堪入奴 于是 我就拔剪指向赛鞭鲲 甚至 他竟然咒骂我和夏姑娘 威胁我们胆敢说出去的话 就要毒死我们 大王 我实在是害怕 我独自一人 死不足心 可是不能因为我 连累卫将军和凌花公主一架 这赛鞭鲲 公认的会制毒 他要是给卫将军和凌花公主投了毒 那我可真是最不可胜了大王 所以我今天 大胆牵牢 就用大王做主 不是 大王 我会认为一下 这这这 你们两个 颠倒黑白 直路为马 大王 根本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你听我解释 那天 我在浩园里 看见魏文斌和夏迎春 他们俩手握着手 情义绵绵 你 大王 自从你赐给我一堂以后 我是每日尊心研究医术 怎么可能干这种丢人鲜眼的事呢 再别去 我原以为 你是一个妙手人心的神医 没想到 你是一个到达一旁的琴盛 我 我 娘 都这么久了 爹怎么还没出来呀 走 事到如今 我已将此事禀明大王 也实在不愿 以被他玷污过的肮脏之躯 勾获于世 夏姑娘 夏姑娘 你侠义心肠 救了我一家人 怎可如此轻生啊 你惠兰之志 堪比何话 我们应该惩罚的 是侮辱了你的人 而不是碎了他的心愿 这 这开什么玩笑 他们在演戏里面看不出来吗 一唱一鹤 还真像那么回事 大王 王 楚将军 王将军 我赛扁雀平时什么样 你们最清楚 听我说句话呀 禀报大王 赛扁雀 洁身自好 品情端正 痴迷一礼 胡昊女色 汪大王 明察 师傅 你也不信我吗 我 禀告大王 臣以为 万事 都不可只看一面 楚将军说得有道理 对对对 爸 既然你们都不信我 那我也不解释了 反正事实已经不重要了 而我的命也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魏将军 和梨花公主一家忠良 心命能否保重 我心愿意料 我不活了 好了好了 不要闹了 夏五娘哭得如此伤心 看来未必是庄 不是大王 闭嘴 来人 在 大王 把赛饼却押入大牢慢慢审了吗 是 大王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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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肩负贏负 我冤枉啊 大王 大王 你要保重身体啊 你们几个先退下吧